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记载在《诗诗记》的第三章 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明亚王古山丽撒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丽撒田八年 以色列人呼叫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 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图涅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美索不达明亚王古山丽撒田交在他手中 他便胜了古山丽撒田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金拉斯的儿子厄图涅死了 我们开始就进入到《诗诗记》当中 所谓的《诗诗》这样的一个角色 圣经《诗诗记》当中 《诗诗》原来的意思叫做审判的意思 他代替上帝来审判当地的人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诗诗记》它有这种循环 这个循环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向上帝呼求 他们困苦了 因为什么呢 他们遭受到别的王国的统治 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 所以他们得罪上帝 离开了上帝 祭拜其他的这个神明 所以上帝透过当地的王国来统治他们 于是他们呼求了 所以第三个上帝的拯救出现了 上帝透过事实来拯救他们 目的是要他们来悔改 当拯救他们的时候 以色列他们又享受了一段太平的时间 那么第一个人物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这个厄图涅 厄图涅呢 他的记载并没有太多 厄图涅的本身并不是非常有名 不过他是第一个史诗 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 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他的岳父就叫做迦勒 迦勒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他的地位跟耶稣亚 没有什么差别 是一个卓越的信心的勇士 那么当初摩西就拆派了 这个探子从旷野之地要进入到迦南地 十个探子都非常的害怕 认为说不可能来攻占迦南地 但是耶稣亚跟迦勒 尤其是迦勒 他站起来说话了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能够得胜的 十个人把他们自己当作是扎猛 来比较跟这个巨人来对抗 但是迦勒他不这样想 当迦勒如此做的时候 耶稣亚也赞同了想法 我们依靠耶华上帝 一定能够胜仗 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话语本身就是个力量 很多人看见状况的时候 一看见都还没有去做 就说我们不会我们不行 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 常常就是如此 很多人开始要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 旧人在后面说风凉话 自己不努力却要说风凉话 弟兄姐妹 说话要特别小心 我们说话究竟是造就人家 鼓励大家呢 还是我们让整个的环境 变得非常的消沉 也因为这个缘故 上帝后来只剩下 耶稣亚和迦勒的支派 可以进入到迦南地 就是因为这个话语 如此的迦勒 他两只脚已经套入到应许之地 这个时候年纪都非常的大 早过了八十五岁 身体还是非常的强壮 那时候他跟耶稣亚说 当日摩西启示说 你脚所他之地都要归你和你的子孙 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上帝 那么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 耶和华给予他应许又活了四十五年 你看 他说他现在八十五岁了 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 一样的 无论征战出入我的力量 那是如何 现今也是如何 所以非常勇敢 非常伟大的一位勇士 当迦勒还是在征战的过程当中 他考虑到自己的女儿要结婚的事情 他就发出一个话语 他说 如果西伯仁这个地方 有人能够替他来征战的话 他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个时候恶陀尼也就出现了 恶陀尼也就来征战得圣 然后耶稣就把西伯仁这个地方 全部都交给了迦勒 这个地很特别 这个地是亚伯拉罕 向上帝献祭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上帝允许 应许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之地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主坛 来求告耶和上帝来见证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尊荣 也因此 迦勒成功就把亚纳组的三个组长赶出来了 然后他说 谁能够攻打这个激烈西佛江城夺走的话 我就把我的女儿这个亚纳呢 给他做妻子 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 恶陀尼的名字翻译起来 就是上帝的狮子 他本身也是迦勒的侄儿 也就是亚纳的堂兄 两个人应该很早就认识了 但是却是在这个战争之后 迦勒就把这女儿要许备给他 那么 阿图涅的这个事迹并不多 但是阿图涅他另外一个角色 也就是他的妻子 亚纳这个角色 也是非常的特别的 在一般的女孩子当中是安静的 但是亚纳这个人并不会 他劝告他的丈夫 去主动的跟他的爸爸 来要求得这个土地 他在得了土地的过程当中 亚纳又主动又说出来了 说求你赐给我那个土地 那个土地是很干燥的 可是他又要求说 也求你给我水泉 贾勒都同意了 把土地跟这个水泉都交给他们 他们所要求的南地 是一个干燥的地方 中年都干旱 雨水很小 可是因为有泉水的关系 他们愿意在那个地方开垦 可见 亚纳是很有心的人 帮助了丈夫 能够好好管理那个地方 各位 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事实 是一个很地位渺小的一个人 可是上帝使用他 那么上帝所重用的仆人 不见得生活会给我们大富大贵 但是却是在平凡当中 忠心服侍上帝 恶同意忠心服侍谁呢 忠心在他的这个岳父 迦勒的身上 他忠心在跟上帝 他交付的任务 十世纪的第三章描述 耶和华的灵降在恶同意的身上 所以他成为四世纪当中的第一位事实 愿上帝祝福我们 虽然我们很渺小 但是当我们在自己的地位当中 角色上扮演好上帝仆人的角色 一旦上帝吩咐我们 我们也就忠心 来完成上帝交付我们的任务 愿上帝祝福大家 阿们 阿们